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你们又来收听本电台的节目 现在又是我孙伟光,在这些书同大家主持《人在澳洲》这个讲座 今天我是讲读书与看书的最后一篇 我叫它做看书的作用,即是看书的作用 讲一下为何要讲看书的作用呢 你在澳洲买屋的时候,我一来澳洲就发现 我这间屋叫做三睡房一书房 我们在香港不会这样讲,我们说三房两厅,两房一厅 当然香港是小的,大概三睡房一书房 我发现我问很多朋友,去很多人家看都是说 几个睡房一个书房 那是什么意思呢?即是澳洲人建屋的时候,往往就表现一种文化 就是有间书房在那里的 那间书房用来做什么呢?那间书房用来读书、看书、做事用来看书 你看到书房通常是摆书桌,现在是摆电脑桌 有书架可以摆书的 那个睡房就不是用来摆书的 甚至书房也不是用来摆书的 那个睡房,那个书房用来摆书的 即是说在澳洲,澳洲人虽然读大学不多 但他有一种看书的习惯,看书的文化 这个好,这个看书的文化在欧洲更加厉害 欧洲就是英国、德国、法国、瑞典、挪威那些国家 在欧洲更加厉害 很多家里有个书房,多小也有个书房 你留意欧美人他们度假的时候 他们度长假,一度到一个月 他们去一个地方而已 我认识很多澳洲朋友,他们去度假 二十多天去一个地方而已 他不是到处去的,就是去一个地方 可能是一个海滩,在那里租一间屋 然后一家大小,每天都去个海滩,就是这么简单 很闷的,去来去去的海滩 他就是去个海滩,在海滩看书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当然他有其他活动,会一起打球 一起游水,一定有的 但是他除了那些活动之外,就是在海滩看书 在海滩看书,或者在树下面看书 当然美国度假没有这么长,美国是两个礼拜 相对来说美国人都会看书 他两个礼拜度假都会看书 即是说,在他们的度假里面 他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看书 在他们住屋里面,你会发现 因为一间书房都显示出一种文化 就是他们会看书 我们不禁会问,看书有什么作用呢 欧美国家他们之所以强大,有很多原因 不只是人家的机器发达,科技发达 不是这么简单的,看书很有关系 因此我们今天要比较全面的看书的作用 好了,我们看下这个题目的意义 看书的作用有什么意义呢 看书有什么作用呢? 我特别强调是看书,不是看报纸,不是看电脑 因为报纸很难,好像整本书那样 在报纸里面给你看,不可以的 报纸里面的文章不论多长,它都不会很长 报纸最多会有连篇小说,今天一段,明天一段 但你说,报纸好像取代一本书,是不可以的 报纸里面的文章,没办法好像一本书 这么完整,由头到尾,这样告诉你 所以,你只看报纸不可以的,你说,我有看报纸 只看报纸不可以,要看书才行的 和看电脑又不同,电脑很难说整本书给你 当然都有,有些电脑里面有些网页 整本书都给你,没有版权那些 或者它现在在电脑买书,它不是卖一本书给你 它是卖一本网上的书给你 那你就可以用另一架机来看的 那就是一样,总之我的意思是书 我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去看,都是看书 不过其他东西,你很难带去海滩 带到处去看的,现在那些Kindle可以 你在网上买了一本书,然后你就放在Kindle 然后你带去旅行,这样看,我相信一样可以的 我没用过,我家有,但我不太适用 那都是一样,总之要看书 看书有什么作用呢,以至在欧美已经形成一种文化 在日本也形成一种文化 那作用在三方面,第一方面在精神方面 我们一个人有身体方面,我们也有精神方面 我们的身体,我们需要营养,我们需要吃东西 我们需要呼吸,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玩一下 如果你不吃东西,或者营养不好 你的身体,你的健康是会不好的 同样方面,我们精神方面,我们需要不断的增加知识 因为我们的人不是只有身体 我们只有身体之外,身体是外壳 里面还有一样东西 那些人需要什么呢 需要直接看书,精神方面需要直接看书 来增加我们的知识 所以,那些人也很重要 如果你只是喝喝食食,睡觉,玩 那你就变成了你的人很肤浅 只有身体,你的健康可以维持得很好 但你的头脑就非常单薄,非常简单 因此,精神方面,我们都需要增加知识 除了增加知识之外,有一件事很多人没有想过 当你提到增加知识这四个字 好像那样东西不断地加下去 我今天看了一本书,我又增加了一些知识 增加了三份知识 明天我又看一本书,我又增加了六份知识 好像一直加上去 其实,有一件事更加重要是提高你的思想 特别提高你的思想的能力 令你更加懂得思考,不只是加上去 好像给你一个工具 例如外面有一块砖 你家里需要很多砖来砌一样东西 砌屋仔,一块砖加上去 但另一个方法就是提高你的思想 怎样加上去呢 怎样把砖砌上去呢 有个工具,你不用用手去搬 我们做很多事都有个工具 你搭东西有个锤,你铁东西有把锯 写东西有支筆,煮饭煲锅,那些工具 你没有那些工具你做不好的 思想是个工具来的 令你将你所吸收的知识整理好 再将它表达出来 原来看书可以提高你的思想 特别你想的方法 我举个例子,你明白我说什么 可能你要听过什么叫理性 理性就是你想的能力,叫理性 我最近和一个人聊天,他告诉我 德国哲学家康德写过几本很有名的书 一本书叫《纯理性批判》 一本书叫《实践理性批判》 我们讨论这本书,这两本书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想搞得很高深 经过和他讨论,我才发现 原来理性分两种,一种叫纯理性 一种叫实践理性,增加了思想方法 提高了思想能力,为何呢 纯理性是什么呢,一样东西 你摆在面一看,这里有个柜 这个柜是白色的,我前面有个柜 门是有玻璃的,里面用来摆这些东西 柜是有油过的,所以它是白色的 我将它用我的理性思想去研究它 这个柜有多高、多阔、多长 可以里面摆多少东西 这叫做纯理性 但什么是实践理性呢 你见到一个人 你又不可以用纯理性去理解它 因为它是人,你不只是认识它有多高 有多重 它的头发,它的眼睛有多大 不是这样的,是认识的 你要不断跟它交流,跟它相处 你才是认识的 那个就不是纯理性了 那个就要跟它对话交流 而且我举个例子,你自己的子女 你以为你已经很认识它了 隔了很多年之后 你发现你还未认识它 还有些人还未认识它 原来它是这样的 就算我自己的太太 我以为应该很认识它 跟它记得分 刚刚才庆祝了结婚36周年 然后还有些人令我很惊奇 原来它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不断跟它相处 跟它交流,你才会认识它 那个就不是纯理性 那个就要实践理性 你要透过实践跟它相处 你才可以了解它 不断了解它 这个就是哲学家康德所提出来的 就是纯理性和实践理性 有两种理性 他之前那些人都不知道 但他提出来,我们知道 你对人又不可以用纯理性 你一定要用实践理性 这样的话,你在精神方面 就提高了你的思想 你透过看书 特别看大师级的书 就提高了你的思想 你看看书 你发现那些东西 你才明白到 可以从这个角度看 又可以从那个角度看 又可以从第三个角度去看 那就提高你的思想能力 精神方面 看书对我们的帮助 亦都可以淨化我们的心灵 如果你不看书 你就会看完不等的东西 看完色情的东西 可能是赌博的东西 可能是恐怖的东西 可能是无无畏的东西 你的脑子经常想起 无无畏的东西 那些不是那么好的东西 但当你看书 你的精神会集中在一些精彩的东西 真是令你学到东西 那方面 能够淨化你的心灵 所以看书是对你的精神方面 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好了 看书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在语言方面对你的作用 我很着重语言 因为我自己是半个语言学家 在语言方面 看书如何帮助你的语言呢 它能够提高你的表达能力 有很多人都觉得 哎呦我不会讲的 他想有一样东西想讲 他经常说我不会讲 我不知怎样讲 为什么你不知道怎样讲呢 你看多些书 你就知道怎样讲 因为一本书 它是藉着文字去表达的 还有那本书 通常是给一些 很有表达能力的人 表达力很强的人写的 人家三两下手写 真的表达到 你一学了他的表达方法 所以你都学了 他的表达能力 譬如上次我讲的题目 高分低能 我以前没有想过高分低能 这句话怎么想 谁想出来的 我又不知道 但就是靠看书 看到原来有高分低能 这个词 一听话很精彩 高分低能 于是我用出来 提高了我的表达能力 很全神的 高分低能 书里面充满这些句子 除了高分低能四个字 有些整句话说出来很流畅 你能够 你靠看书 就是大大会提高了你的表达能力 当然有些东西你都会知道 不知道怎么说 个人都有 但你不至于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说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你发现很多人 人家就知道怎么说 你又不知道怎么说 分别在哪里 就是因为你不看书 这些东西是累积的 你看了几年之后 你的表达能力提高了很多 除了表达能力之外 也都提高你的写作能力 我相信各位听众 你可能很少写些东西 你讲话就经常讲 很少写些东西 当你看书看得多 看得下你就会想 可能我自己都要写些东西 其实写东西每人都要 如果你识字 现在你经常都要发短信 那短信你就要写些东西 你打电子邮件 你就要写些东西 以前是写信 你都要写些东西 我看过很多人写信 有些人写信 写到真是乱了大笼 不知道要说什么 还有现在发短信的人 都是乱写的 写错了 文法又错 字句又错 但如果你看书 就能够提高你的写作能力 你不需要作一篇文章 你只能发短信这么简单 你都发得比较精彩 你打一个电子邮件 你都打得比人精彩 因为你有写作能力 如果你的写作能力 你不断提高 你甚至可以向报纸投稿 向杂志投稿写文章 甚至你都可以写一本书 你不知道的 有一天或者你都可以写一本书 你别以为写一本书很简单 譬如说写一本书 叫人家煮饭才算 你都要表达能力很高 三两下手势 就将煮某个诵的过程写出来 如果你的表达能力低 你写不到出来 不知道怎么写的 我都鼓励你写 其实我每天都写些东西 因为我每天看圣经 看完圣经我将它写出来 将我的心得写出来 能够提高你的写作能力 有些人写日记 也很好 提高你的写作能力 看书就参考人家怎么写法 以至你可以学下人家怎么写 你的写作能力就提高了 由于你的表达能力提高了 你的写作能力提高了 你跟人聊天时 你的说服力都提高了 这个很重要 我们有时跟人讲话 你就算跟子女讲话也好 跟朋友讲话也好 你有一个观点 你觉得观点很对的 但你讲来讲去 讲得很论盡 没有说服力的 但如果你的表达能力高 你的写作能力有高 你能够用一些很恰当的字 用一个很好的态度 你一讲出来 说服力也大些 如果你说话 说出话都认为你发疯 说出话的子女又不听 觉得你没有说服力 你都很惨 我讲话每次他都不听 你都想做一个有说服力的人 至少你希望你讲话 你老婆又听 你老公又听 你子女又听 你爸爸妈妈又听 挺好 为什么有些人会有说服力呢 为什么你又没有说服力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没有不看书 所以看书对你的语言的能力 语言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好了 讲了精神方面的作用 和语言方面的作用 看书也都帮助我们在社交方面 当你看书的时候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你其实是和古人和外人交流的 古外人 什么叫古人外人呢 古人即是古事的人 譬如我看孔子的书 你说我不懂孔子 孔子又不懂我 但我看他的书 当然孔子本身寫书不多 他的弟子帮他写的 孔子的论语 但都是叫孔子的说话 总之我看他的书 我可以和孔子交流 我明白 严格来说我不是和他交流 是他讲话给我听 我没有资格讲话给他听 因为他看不到我的书 他是2500年前的人 但起码他可以向我交流 孔子的东西一句一句 我看很精彩 如果我不看书 我就不知孔子讲什么 是吧 孔子是2500年前的人 我没办法听到他讲话 孟子我又可以听到他讲话 孙中山都过了很久 我又可以听到他讲话 因为我看他的书 除了孔子、孙中山之外 还有一些西方哲学家 柏拉图、马丁路德、康德 我又可以看他的书 看他的书就可以和他交流 挺好的 那些人我不认识的 和我的时代都不同 我可以听到他讲话 而且他那些是大师 沙士比亚 挺好的 好像沙士比亚 站着跟我讲话 挺好的 学到他的东西 除了古人之外 也有一些是外人 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 不过他是外面的人 我不认识他 我自己称他是古人和外人 譬如原来在澳洲有一个人 叫Pat Conner 去了美国做神父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什么人不要嫁》 报纸介绍 我买了他的书来看 这位神父我不认识他 但我可以和他交流 因为我看他的书 挺好的 现在有很多人还在这个世界上 我看他的书 我就可以和他交流 挺好的 这些人通常都是精英 你无法认识到那么多人 但你起码认识他本书 听他讲话 挺好的 挺丰富 当然严格来说不是社交 但也帮助我和古人和外人 有所交流 都是社交的延伸 当我看了书之后 就增强我的社交能力 实际上是增强我的社交能力 为什麽呢 当我和其他人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我可以引用一本书 他又可以引用同一本书 大家都懂得那本书 大家可以交流 这件事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我就体会到 当时我有个同学 同学很老友 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我发现大多数的同学上读 上语堂之后就去图书馆抄书 抄书之后自己写下笔记 考试之后就搬出来 但我和他就不是 我和他上语堂之后 我们都有去图书馆抄书 但我们不是搜寻所有的书 我们搜寻三两本书 而是我们两个有个讨论 我们讨论就是有交流 我们看了那本书就是交流 交流之后我们很开心 是喔 原来是这样的 大家都有个心得 到考试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两个就很着手 我们将交流出来的心得 就在考试里面写出来 在大学读书 考试不是在乎你背了多少书 在乎你懂不懂得表达出来 特别我们香港大学是英国制 好着重的表达 原来我和他交流 我又发现我和他的友谊又深了 大家有时谈谈那本书 谈到黑黑大事 哎呀是呀 他就是这样的意思 人生的写照就是这样 增强我们两个人的社交能力 你想想如果你和朋友见面 就是饮饮食食 谈谈一些无谓的东西 你的社交能力停留在一个很低的层面 没法提高 但当大家都看了书之后 你们大家知识比较丰富些 对于人生的体验比较丰富些 交流起来很有味道的 很有深度的 所以我发现我自己的朋友 真是能和我成为朋友 那几个很奇怪 每个都看书的 而且看很多书 譬如那本书就是我未看过 他看过 他告诉我说 说来听听 说来听听 好啊好啊 我又去看 你介绍我看这本书 我又介绍你看那本书 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友谊 更加深入 因为我们一见面的时候 有很多话题可以谈 特别书里面所说的 所以看书可以增强我们的社交能力 另外一件事 就是可以强化我们的家庭生活 我自己和太太 整天都在讨论 因为她又看书 我又看书 有时我们看书是一样 有时又不一样 一样也好 不一样也好 我们两个有交流 你想想 两夫妻结婚三十几四十年 很多时候就没有东西 什么都说了 没有东西说 当然了 如果你两夫妻只是衣食住行 经过几年后就没有东西说了 但如果你两个不断看书 就有很多东西说 不断吸收新的知识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说了 当然有很多东西说了 我过个礼拜和她一起喝咖啡 喝咖啡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两个都在看书 特别书里面 很精彩 我又讲你听 你又讲你听 大家都觉得 哇 很好啊 很开心啊 所以我鼓励大家 不单只要看书 而且要不断看 就是整天都看 整天都看 整天都看不会令你成为一个书虫 书带子 你放心 特别利用空荡 你有几分钟就看下 譬如没有吃饭 还有五分钟 昨天还没看完 再看多几页 有五分钟就看 我们利用空荡时间来看书 这一块 und还已经浪费了几千分钟 浪费了几千分钟 我和太太太每天都看圣经 都看圣经 圣经也是一本书 看一本《圣经》之后,我们最近都在交流 你是看些什么出来,我是看些什么出来,很精彩,我告诉你 甚至可以说到微飞色舞 所以看《圣经》不单可以与上帝交流,他讲些东西给你听 更加厉害过孔子、孟子、柏拉图那些学家 他是神,上帝,他跟我交流几正,他给我的指引、安慰 给我的盼望几好,给我的做人的原则真是几好 所以你都可以试下,一定要看《圣经》 与上帝交流更加能提高你的精神生活 你的语言方面的表达能力和你的社交生活 好了,各位,我们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次再见,拜拜